腋骨症 腋骨症其實是一個很普遍的情緒病 抑鬱的時候 一個人的情緒 顧名思義 持續地會低落 亦因為這個低落 影響很多生活上的層面 以至生活上的功能 成因其實是很多氧化 包括一些遺傳性的因素 再加上很重要的是童年的經歷 可能到他長大的時候 如果身邊發生一些很大的壓力 有一些令他情緒激動的事情 可能這些都會誘發抑鬱症的產生 我們通常會分一些輕度、中度 到達嚴重的抑鬱症 一般來說 如果根據國際診斷手冊 我們會用一些病徵的多少 去到衡量的嚴重性 當然如果病徵越多的話 那個嚴重程度相對都會高 一般來說如果嚴重的那些 我們說剛才那些症狀 九樣裡面起碼都要有五樣 比較普遍用的是一些血清素的調節劑 又或者現在有一些血清素 和去夾腎上線素混合的調節劑 都是對於抑鬱症比較有效 心理治療方法包括 認知行為治療等等 以至一些生活行為習慣的調整 或者加插一些運動 幫助患者慢慢慢慢逐步 情緒可以恢復 所以要去處理的時候 可能不單要處理抑鬱症本身 還有處理很多衍生出來的問題 兼顧的範疇 以至需要治療的時間和過程 都是比較複雜 大概都有高達三分一的病人 可能是經過一段時間的治療之後 都是比較沒有太大的進展 可能他接受過兩種不同的藥物治療 有足夠的劑量、足夠的時間 都不能夠幫助病徵減退 病情減輕 這些都是一些環節性抑鬱症的定義 醫學一直在進步 有一些新式的治療 包括一些噴毛式吸入的抑鬱症 它的起效是比較快一些 所以也對它本身的治療 沒有太大的影響 只是一個額外加進去的一個治療 一般來說 我們都是需要由醫護去看著 各個的過程 無論吸入 然後吸完之後 一段時間之後 我們才放心讓病人離開